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接着上期我们讲了大众传播学第二期 效果论的第二期限定效果论之后呢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限定效果论里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假说 叫做两极传播理论 那首先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它的在我们这个领域的所处的位置呢 是属于大众传播学效果论第二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它的提出人呢 依然是我们上期提到的拉斯菲尔德 那这期的它的这个假说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媒体释放的信息并不像我们理解的 会公平的平等的到达这个社会的每个角落 也就是到达每一个接收方那里 那从物理上来讲是可以这样的 但从社会学角度来讲 从结果来看并不是这样 那经过拉斯菲尔德他的研究 他发现信息会被第一级的 一个叫意见领袖的这样的人 他们先积极的接取过去 那在他们这里边进行一种理解 进行一种过滤 进行一样加工 然后这个社会每个阶层都会有这样的意见领袖 那意见领袖把他们接收到这个理解的信息 在传播给他周边的这样的人 那这是巴斯菲尔德 他提出的这个社会的信息传播的一个流程 也就是说是通过意见领袖 然后通过意见领袖 在到达意见领袖周边的人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好 那刚才关于这个假说的内容的解释的话呢 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有一些难以理解 或者说有一些小疑问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结合一个啊 大家身边比较熟悉的例子来进行解读 我觉得大家会理解的更加深刻一些 比如说企业在释放广告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 那其实他的终极目标是追用到消费者 通过改变消费者 或者说说服消费者来购买自己的这个商品 来达到自己的一个这个营销的一个目的 但是很多企业 他会先找一些明星来做代言 来在一些公开的场合 通过使用了自己的商品 然后来谈一些感受 或者我们大家用比如说国内的微信 你会发现你每个朋友圈里边 可能会有一些人 一些朋友 他用了某些商品 吃了某些东西 然后发上了一些照片 然后加上一些自己的这个评论 那这样的一个行为 可能会对他自己的小圈子里的人 造成一个比较有用的一个影响 那同样的这个信息 如果是企业直接发布出来的话 可能对消费者 对你的影响程度并没有这么大 但是你通过你的自己的朋友圈的人 或通过你喜欢的明星 他来告诉你某一个商品的信息 这样的可能对你的触动会比较大 那这就是说 这个二段 假说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例 对你的行为 是 各个人的一切 对你的行为 对你 对你 我好 对你 对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